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山间徘徊 半山腰的一个洞穴里 闪烁的火光时隐时现 七十万年后 四十多个古人类的个体的化石 在这里边被发掘出土 我们叫它渊人洞 人类化石碎片被重新组合 其相貌慢慢浮现 它们头骨扁平 眉脊粗壮 鼻骨较宽 嘴巴突出 保留着某些圆的特征 又与现代人有几分相似 它们属于直立人 被叫做北兴人 经过考古工作者百年的努力 周科殿遗址区内发现了 二十六处古人类遗址和古动物化石地点 年代范围 从五百万年前到距今一万多年前 其中发现直立人 早期制人和晚期制人的遗骨 数百种动物化石 近十万件实质工具 和丰富的用火遗迹 2009年 我带着团队对原人洞西侧堆积 开始了新一轮的抢救性发掘 最重要的发现 是删除集中用火的部位或火塘 这些部位分布有高含量的直轨体 甲元素等燃烧产物 和超出常规的宏度 证明被长时间高温烧烤过 其中一处还残留 为时圈柱的结构 可以确定地说 这库店第一地点 上部地层存在明确无误 意图明确地 北京原人有控制用火的证据 对火的控制性使用 是人类的重大发明 用火熟食 改变了我们祖先的食谱和营养摄取方式 使人类发育出充满智慧的大脑 和日趋现代的身躯 我相信这块火塘一定照亮过某个寒冷的夜晚 赶走过畏惧火光的猛兽 给予过先祖们安全感 一代又一代的千夕演化 北京原人的基因传到我们身上 中国东亚古人类演化 不是一条直线 既有生生不息的传承 也有不同人群的基因交流 众多曾经活跃的古老型人群 是这场大型演化舞台剧的主角 北京原人是主角之一 他们曾生活的周口殿 成为远古东亚人类演化发展的历史证据 周口殿上空曾奏响人类演化的凯歌 我相信 先祖生存于智慧之火 曾经在这里熊熊生腾 苍然不灭